我的家人如果 如果我少了一个我的话 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家人不懂要讲成熟啦 我是张凯生 今年49岁 大概是19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 我在市场做监职的时候咯 那时候是第一次来啦 然后到放工的时候 我跟我的同事还有我的老板他们讲 他们还带我去医院 到时候那时候 去check啦 刚好那心脏的问题也停了 那医生就讲可能是血糖低什么咯 然后 就觉得没有什么啦 然后回去我妈妈也觉得是 心理作用还是什么 就没有什么理咯 但是过后越来平凡了 第二次是打篮球的时候 还有突然间来一下 有来一下然后我坐着休息 然后很久很久都缓不过来 不像第一次一直在做咯 然后过后 持续时间越来长 真的是整个人很匀啦 怕会 没有好 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大哥 带我去别间医院看一下啦 他是讲是要 呃 动着一个 听诊器这样的 还能知道 是什么问题啦 但现在听诊器其实很贵一下的 所以那时候就没有申请 然后就直接来政府医院咯 那时候我 我跟我妈妈 他妈妈带我一起去 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出问题咯 直接 他直接跟我们去 试试一个图 他就马上发现是 有这种问题了啦 然后 等医院 医生真的讲出来的时候 妈妈是有吓到的啦 而且很担心 每天 每天都问我 有没有来 有没有来 这幅医院呢 他是讲要做一个 2D的手术啦 然后有做 但是他只是做一半了 还有剩下一半的 那个 装备要先进一点 所以要等多一个 4个月咯 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 他有做一半啦 然后 这次出来 2D的过后 他就 还是会来 而且 有一点 好像更严重 更敏感 然后我们再去申请 然后他讲 3D的话 要4个月 还要等 那时候是政府医院的 医生介绍我们回来咯 叫我们找 Dr.Razali去CBSKL 做第2次 3D的手术 然后来CBSKL的时候 Dr.Razali 他是有看我的新电图的那些 数据那些啦 他就讲其实是 很简单啦 他是讲 直接等手术最后 一开始 我是被政府医院的人 叫来 CBSKL 然后我到了过后 他是讲 卡是不能用的啦 因为这个 我这个病史他是天生的 然后 Dr.Razali他就 就介绍我们 CBSKL 这个基金会 开始是去申请的时候 他还是还不确定的啦 那时候还是蛮 担心一下的 过后 选到我就觉得 还蛮幸运的 大概两三个星期 就到了 蛮快的 CBSKL的服务 其实是蛮好的啦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们按那个零 马上就到 什么东西都很快啦 有很多个护士啦 我觉得都蛮好的 以前 完全不可以运动 现在的话 要怎样做都可以啦 因为之前 有时候站起来走两步 有可能就会来啦 现在是完全没有来过 他人真的是很亲切啦 然后 对他的技术也是很信心啦 也让我们 这些被制的人 也是 很安心啦 谢谢Dr.Azali 谢谢你